最近呢 我简直是喜欢上了王朔 我是等于是被 这个主流媒体给误导了 一直觉得呢 那家伙就是一个臭贫的 嗯 充足 下流 所以他的作品啊 我就没怎么看过 结果呀 最近啊 我突然发现 他太棒 这才是中国的作家 就是他呀 把这个现代语言啊 给融化到他的自己的东西里边了 哎呀 那个简直描述和形容的到位呀 我记得啊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 就是 他有一篇文章讲这个白音松 他说看电视啊 就看 哎 他说我也不认真 因为我很少看电视 但是呢 我就觉得 这个人 他很得意啊 就这两字 得意 你知道吗 把这个 白音松啊 就是他那股劲儿 和他自己的地位优势 和他的那种 内心的那种东西啊 全给概括了 我靠 从此以后我就开始看王说的东西了 哎呀 太棒了 嗯 还有一个词我也是印象特别深 对 说张艺谋 说那就是一搞装修的 所有的颜色服装就往上堆砌呗 是吧 哎 我就觉得 这才是中国的搞中文的 我呀 呃 有一个作家 大家好多人都说又写的好啊 就是 就是已经都到现代了啊 还在那用那种古文的方式呀 知乎者也的那那种感慨 用那种词儿往上堆砌的 我就真的看不下去 哎 虽然说也是因为这个被打压呀 什么的啊 但是我真的是那个 呃 已经是 努着劲儿的 在看 但是依然看不进去 我就觉得王说 真的说也太棒 他就把这个中文啊 嚼的呀 给你嚼的那叫一个 真的是已经融入到他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里了 所以他轻松的说出一句话啊 呃 就是那么的到位 而且就用的很简单的一两个字 就能把这东西就给全说出来 再一个啊 就是运用的是现代的语言 而不是说这个借用古今啊 挪过来的东西 这个就是说也 牛逼 装修了 得意 哈哈哈哈 好 今天我们接着讲黄仁宇 呃 这个黄仁宇啊 其实是在四三年 呃 等于那时候二战嘛 二月份 他也就是匆匆的啊 在这个重庆 那个郑冬国 郑冬国将军的那个自己的家里边 也就面试了几分钟 哎 就直接拍板了 他呢就当了郑将军的一个属下 一个参谋 军衔呢 是上位 他们这个先遣队啊 呃 就是到印度的啊 一共是十八个军官 都特别年轻 才二十岁左右 只有一个上校 是例外的 他是师级了已经 就等于师级的那个副官 年龄呢 也就三十五岁上下 因为我们真的就没有 军校能出来才几年啊 是吧 没有历史 没有这个积淀 所以呢 这就没办法 逗年轻 当时啊 你能够出国啊 对每个人来说 那是太大的变化和震撼了 经过四个小时飞行啊 他们看到了白雪挨挨的山头 完了以后呢 总算是 这就算是看到了印度 他们坐的这个飞机啊 就是这个屏幕上的这种叫C47 这是一种 运输机 开始降低高度了 他们要去的啊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布拉玛普特拉河 我天哪 这这这这名非常 布拉河 这布拉河 就在他们的这个飞机底下 就省现出来了 我天一看那河简直是 宽阔无边 一下你都能到了 就感觉就是个海 你知道吗 完了呢 经过的地方啊 能看见无数的那种小水道 一直都穿插到他这个主道上来 完了各种的小岛啊 沙串啊 什么都有啊 在这个景观中啊 黄尔丽就觉得好像只在国家地理杂志那种彩色画业上见过这么漂亮的景色 所有人啊 其实都知道这个印度啊 那个风景那简直就是太美了 而且呢 变化特别多 他在亚热带嘛 完了他海拔什么的啊 他的纵身纬度又又又又又很多跨越的很广 所以说什么样的景在印度你都能找到 白雪岸 完了那个光沥溜的大沙滩什么的啊 都有 同时啊 同时 你像他这种 尤其在这个喜马拉雅那边那山脉啊 我是去西藏的时候真经历过 就是因为你根据海拔嘛 这山你一直一直往上爬吧 植被气候温度 所有所有东西啊 眼前的景色包括天空的颜色云彩的颜色都会有变化 这种的这种落差啊 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你像那个美国上他们那种的一马平川的那种的更经常看不到 那黄仁宇的就是从那个 咱们那个南方顶多一个小丘陵 呃撑死了二百二百海拔是吧 三百撑死了吧 也就这样了 所以哎呦一看就简直是震撼无比 加上啊 你像这个黄仁宇一直在这个南方生活的 天天的那个身上黏糊糊的啊 那潮湿的 这个印度这时候啊 他们这个地方啊 就是特别干燥 哎呀 这对黄仁宇来说也是特别新鲜的事 晚上啊 往那一躺 整个就是星空啊 就像那个繁星点点嘛 你所有的那个就是天丸 那种的往那一躺一仰头就就是那种的感觉 反正啊他就觉得这个地方绝对出诗人 绝对出小说家那你的想象力没有都得有 他也所以啊就感慨啊难怪人家这儿会出各种的宗教和文化或者是各种的传说 这个印度人啊 这个印度人啊另外在这个使用色彩方面那也是无以伦比的 哎这我也是发现 因为他你想想在我们过去中国啊 全是蓝 哎这这跟咱们这儿缺缺染料有关系啊 这个蓝黑 你现在去贵州 呃你去参观或苗寨啊或者是那个云南那边 大多数就是他那个农村自己染的那个布啊就是蓝色 没别的 哎顶多就是有的家里边弄点黑什么的就没有别的了 稍微有点橘红这都已经罕见了啊 你到尼泊尔印度满大街全是卖这个的染料各种的染料吃的东西啊什么的的都都都能搁因为什么纯天然的 这个你看在中国啊咱们那儿说那个中国红啊什么的啊 呃也就是皇家寺庙这种的或者是谁家有钱的那种家的大宅门上啊会给你涂一个特别的红漆 哎我们管叫朱沙红啊也有叫中国红的呃你要不知道中国红长什么样啊去故宫 故宫的那个围墙就是中国红 印度红就要比咱们的中国红要深一些 就是他里边的那个蓝色啊要多一些就深蓝色 揣进去的要多一些 那个叫印度红呃跟咱们的中国红不一样中国红有点像大红 是吧呃红多了去了而且红有一个特别呃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比如你画画的啊 红色是很多地方呃你拿别的颜色不好挑出来的 所以啊一般你比如说画家他买颜料的时候 一个是蓝 哎他要花很多钱也买买几种 比如自己偏爱喜爱使用的 完了就是红 别的都可以用这个三色元素啊 来调配啊把绿出来啊 什么的那各种颜色啊都能出来 只有这个红特别难调啊 那你没戏所以啊这个色彩在印度啊那你简直是你到那啊 而且啊你你会发现啊由于他们经常使用颜色吧 所以他们在色彩搭配上啊那真的特别棒 呃我去印度之前啊我先去的尼泊尔 所以啊那个尼泊尔那时候就已经让我惊呆了 他们的那个沙粒啊和他们身上穿的这个啊 这个里边的我我这个照片选着啊 已经算是农村的了 农村的什么呀就有点像咱们现在比如说你看那个朝鲜族 朝鲜族的服装跟这个韩国的服装就完全不同 就切 战眼这也属于战眼 但是你依然能够看出他在里边的颜色搭配上啊 还是有讲究的就是说他已经很刺眼了 你再稍微高级一点的啊 呃其实哪个国家都有这个问题 审美嘛审美他还是有这个什么的 你我在日本也是 那我因为这个不是喜欢那种东西吗 我在日本的时候就是看见北方 你比如大阪 大阪的他们的和服啊就就踩 还脆那叫一个脆 但是呢哎你要看东京人出来穿的啊 哪讲究的呀 几乎你看不出远处你就看出一个整的一个颜色了 你往前一走过天那里边的颜色特别多 但是呢都在一个系列里边 而且呀搭配有时候即便有颜色冲突啊 就咱们现在讲究的那种对立啊 依然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美 这个你当这个讲究的那个就是他们穿的那个那就是很压 压那个搭配的加上那个花纹啊 你弄上千变万化的漂亮 这个印度也是这颜色就是一个大和尚在这里 什么样的都有多姿多彩 这个那谁啊这个黄尔宇啊还感觉就是哎 这人怎么都特奇怪啊 就是把所有东西啊都顶在脑瓜顶上 你看这个这个顶着不说吧 你看这个哎 什么都往哪里最逗的你看这个 这就是专门的这个挑夫 有点像咱们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绑班军 咱们的绑班军是这个拿着棒子的啊 人家那就垫块布 咔就扛下来就走了 我觉得他们可能得精髓病和这个叫什么被疼的会有关系 因为你人老压这个啊 你的以后你的脊椎的那个缝隙就短了呀 那不是更容易头疼啊 腰疼完了最后勾勒的腰真的有可能 反正华尔宇就觉得我的妈怎么什么都往脑袋上割呀 而且那个重的那个体积和那个量啊 你看的都吓人 他们到印度之前啊 印度这时候正好发起了一个让这个就是要滚出印度的一个运动 就让英国人滚蛋 等他们到的这个蓝家这个营地的时候啊 这时候英军那就特别紧张 就对他们啊 就是特别的谨慎 而且呢就是等于就监视吧 就特别担心啊 你们这些中国人也属于那个民族自尊心贼强的那种啊 那玻璃心一碰就就碎的那种 别到时候你们弄点什么动静出来 完了我好不容易就刚灭下去的这个印度的民族主义 让你们给删起来了 其实啊 这个完全是过滤 多虑 你知道这个中国人呢 他到哪儿 他跟这个别的地儿啊 接触都不多 这个他们这帮人啊 唯一接触的当地人 都是在他们这个营区里啊 流浪的啦 呃这个白天没事只能睡在这个大树底下的那种贱民 他们这部队啊 也有厨师 一到这儿以后啊 发现了我靠这儿太好了 直接啊就当了奴隶主了 怎么着呢 就把这帮贱民啊 招呼过来 来帮我收拾厨房 洗碗筷 哎 完了以后呢 干嘛呢 我就给你点剩菜剩饭 这就算工资了 你说这中国厨师贼不贼 哈哈哈哈 不过你要按照这个印度的这那边的那种等级分啊 你这种的就是属于种族跨越了 哎 你等于你吃了贱民的这个 你们这么打交道 完了你的食物也让贱民触碰了啊 完了 你就等于被贱民污染了 里里外赖啊 你吃都吃进去了 那在印度来说呢 你就是毫无翻身的可能了吧 反正皇上你就觉得特别可乐 完了呢 这个他还注意到什么呀 就是这个 这里边啊 有一个裁缝店 哎 因为你缝缝补补啊 这给军人的啊 所以呢 就允许呢 那个印度人的进来呢 在这给大家缝缝补补 在这呢 也偶尔啊 能够看到就是穿的啊 那奇装无比的 艳丽无比的那种印度女人 那那中国人没见过呀 也就这么着啊 就看看啊 新鲜 人家连看都不看你 人家印度女人还一个就是什么呀 不跟外人打交道 也有这个问题啊 当然现在好多了 多年以后啊 黄仁宇 读到过一个西方作家的一个文章 嗯 当时呢 就说啊 他也是回忆 就回忆了那个 在印度的那个 营利的生活 说那真是物质上享受什么的啊 这真是太棒了 在别处都没有 这话呀 说的也对也不对 应该说啊 其实最满意 在那个训练营 最高兴的 其实是这个军官 也就什么 比如说 这黄仁宇 以前天天就担心啊 我这兵 别跑了呀 完了他那个枪 别给我弄走了啊 在这完全不用担心了 完了大家吃的饱 穿的暖 还不生病 哎 反正就 黄仁宇在云南那时候 当那个连长排长的时候 那种苦处 哎 一点烦恼没有 你想啊 他那时候啊 只要有一个士兵眼睛红了 第二天 逞牌全红 一个个肿的流着眼泪 干嘛 红眼病 就是他那个一个卫生环境啊 在一个这个身体的这个 没有吃的 哪有营养扛得住病啊 对不对 另外呢 你看那时候 他们的兵 脚上那坏区 永远好不了 因为你天天得在那个 泥泞的那个路上走 完了整天下雨 哎 完了 加上穿的也没法换 你想那个 那个狮子 什么跳槽的 我天哪 全都是传染病的 哎 总之吧 天上地下了 黄仁宇他们现在啊 在这个训练营里呢 给他们配的呢 是那种运 印度式的 这个陆军装置 制服 这个制服啊 还有一个地儿在人家那儿啊 我这这这得感慨 咱们这个部队啊 中国部队啊 一直就没有在乎过这个士兵的这个 一一一呃这什么 呃 驻行 吃穿 从来没没没在意过 呃 大概是我们那个 你想想我们那一抗战 对吧 完了根据地 完了以后 尤其是我们解放军都是从窑洞里出来的 所以那个生活习惯和我们那时候的制度啊 还用咱们那个部队那一套 到那儿以后先来他两亩地 完了种菜 什么这那的啊 最后人家 那个联合国找找这个领导谈话 说你这么不行 你们是不是苛扣了我们给你们的这个 呃 粮食的这个钱 我们每个人每一顿五十美金 你们是不是给苛扣了 你们要不然你们干嘛种菜啊 他说不是不是 我们中国人就想吃这口 你们这个给的蔬菜不够 行 你要说给的不够 你告我 你给我单子 我去给你采购 你要什么菜我都给你买 但是不许种地了 你们是军人 不许干这种农活 哎呦弄了那个 咱们那个当时的联合国那些军官都一个个傻了 还写写信回去请示 我们可以不种菜了吗 养鸡养猪 对都干过 人家联合国急了 给你这么高标准 你什么意思 这块呢 黄仁宇他们也觉得新鲜 不用自己洗衣服 就是你你穿着衣服吧 完了两三天 一个星期 大概人就过来了 把你的这个制服拿去洗 完了给你新的 另外这个营地里边也有这个洗衣店 你也可以去洗 哎呀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 那食物啊 确实黄仁宇他们就觉得 哎呦那就是给个让你喂饱了 饿不死不说人就是营养够 但是中国人嘛就觉得太难吃了 你要说他苛刻 他说真的不苛刻 真的是三个月啊 每天就是白饭配腌牛肉丝 那你想你瘦得了吗 尤其中国人的这口 老外估计填个面包就饱了 再加个什么那个牛肉里边啊 三明治什么的 这中国人就觉得简直是没法活了 好多都因为吃啊 坚持不下去了 受不了 再加上那部队给发的那种那种盒的啊 尤其是那种自热的那种 那就更不行了 你看我们现在部队就牛逼 你见到了咱们那时候 前一阵子不是那纪录片里边 咱们在那西藏的那个 那个厨房的那个车都进去了 也是你房车都能上去 你厨房不能上去吗 哎你看那个 这回打乌克兰 那苏军 那乌克兰的兵都嘲笑 说那苏军的那个 吹事班 那里边一看那脏的 那里边啥呀 就除了土豆就是土豆没别的 几乎看不到别的 没油水没肉什么都没有 这个再说到这个他们的军服啊 黄尔宇他们发的那种是印度式的啊 就是给印度士兵穿的那种的 就呢就是扭扭啊 是橡胶做的 完了呢 那个裤子啊 是那个铝的那种扭扭 那铝的不是特软吗 你想那裤子上 你稍微那么的肚子大点 会一使劲崩 它就开了是不是 另外呢就是什么呢 这裤子上啊 没有那个裤子的那个扣环 你知道吗 就是咱们说的那种 就是你腰带不是得穿过来吗 没有 哎呦就觉得好奇怪 这谁设计的啊 印度人 印度人自个儿干的 我估计是 这种事我故意干得出来 另外呢 就是发给的这个靴子和袜子啊 都是大好多号 每一小号 你中国人的那种小尺码 人见都没见过 都没生产过 你说是不是 后来就没办法呀 就大伙啊 就为了这个美观 再加上主要是为了舒适 于是啊 干脆自己掏腰包 买 买了以后 去那个量身定做那个军服去 可是那时候啊 给他们分配下来的这个卢比啊 给中国的嘛 就是这些军官什么的 真的是少 而且啊 对这一对比啊 去买一个军服 那已经算是占了很大的比例了 可是大家宁愿这样 也不想啊 踢里踏拉的那种啊 逛了逛当的那种 就不想那么过 另外呢 就是什么呢 还把那个就是给发来的那个 就是橡胶做的那种床单 给拿去 跑到那个就什么 那个裁缝部 干嘛呀 让他改啊 改成中国式的那种军变嘛 完了呢 再把自己的那个 那个国民党的那个大齿轮 那灰心 再给搁上去 理论上啊 这种床单啊 完全可以改一个 因为它大又特方便啊 能做个大斗篷 也能做个大吊床 特别有利于这个重名作战的 这改帽子啊 这个军队里边哪允许啊 而且啊 史迪威当时啊 还专门发了一个命令 因为有人这么干了 所以说不许自己做军帽 可是啊 很快也就没几天 连他自个儿都顶了一个 为什么呀 太好使了 就是防水 你知道吗 比那个发下来的那军帽 好用多了 所以连史迪威自己都顶了一顶 有空可以在网上找找照片 史迪威顶着那个 自己做的 中国人自己发明的 这个中国军帽 到了这个兰家的头两个星期啊 大伙啊 还分不清什么美国人啊 英国人呢啊 因为都穿的是这种卡基布的军服 玩的都是白种人 等过了好几个月了 还有点分不清 结果啊 这老兵啊 不是有比他们来早的吗 就说 这多明显啊 还看不出来啊 我说错了啊 就是比他们早来好几个月的老兵 就挤着他们那帮新来的 这还不容易看啊 美国人的 永远比这个英国人穿的啊 显得干净 哎 你看那士兵了没有 他所有的军服全都是僵过的 运的啊 服服帖帖的 这就是人家美军啊 有钱嘛 这个后勤跟的好 那专门有一个 这个后勤的一个地方 洗衣服的 当兵的只需要 你看那二战了没有 那个那个架子上面 全是那个一个一个的 把那送去洗的 上面写上你的名字 我的军衔哪般哪般的 后来不是打了一仗 那个最惨的战役回来以后 一看那架子上好多都没人领了 为什么都去世了 牺牲了 人家就有这服务你知道吗 我估计英军就没有了 反正吧 就是美军的一看 鼻挺鼻挺的 运的好好的 干干净净的 另外呢 就是后来的老兵就教他们 说你看这臂章 你看这个胳膊上 这大头冲下的 哎 这个就是英军 冲上的就是美军 你也不用认啊 不用认英文 马上就能看明白 另外啊 这个黄尔宇啊 也观察了 很快他也能分辨了 就是你从举止上看 这个英国的士兵啊 一看都粗烈一些 完了呢 衣服永远的啊 就是皱住哇哇 哎呦 就是不讲究 这个黄尔宇啊 就觉得怎么跟我们那些当兵的事 就窝窝囊囊的 而且啊 就是好多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士兵 他那二头机上啊 全都刺着刺青的 而且啊 就是比这个美军更爱说脏话 动不动的 就是不发 根本就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在他们这个营地的旁边啊 有一个歌舞厅 我天哪里边挤的啊 全是英国兵 美军不怎么去 完了呢 这里边呢 就有什么那个特肥的胖的那个大老娘们啊 在那唱 一唱这个扭着屁股一唱 哦我的战舰呢 这底下就哦跟着起哄啊 相比啊 这个黄尔宇就觉得呢 美国人呢 更愿意把钱啊 花在这个休假上 哎 一会儿价尔疙瘩吧 一会儿打几岭吧 反正就是一旦说能休假了 呲就不见了 就出去玩去了 这个啊 嗯 充分说明什么呀 当时英美两军 这个处境 确实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缺钱 美军的士兵的薪水啊 比英国人要高出四五倍 那时你想英国人打了多久了呀 是不是 美军呢 这会儿挣着你的军备 那时候挣了多少 好好长时间了 没没有受过这个 没受过这苦呢 还没勒紧裤腰带呢 等这个黄尔宇啊 他们跟这个英军的参谋团的 那帮军官混熟了以后啊 人家呢 就开始邀请黄尔宇他们 一块儿吃午餐 吃晚餐 他们彼此之间啊 黄尔宇发现 这个英国军官之间啊 全都是以军节相称 哎 但是呢 也直到上位就为止了 哎 中位上面就是一律 什么先生啊 什么的 呃 这个 要比如说咱们同级别 或者呢 已经特别熟了 就开始不称呼这个军称了 就开始就 巴底啊 老兄 巴底应该美国人说 英国人说吧 而且啊 你会发现啊 这个英国人呢 他非常的谨慎 做所有事 全都有这个应对的进退 两方面的考量 就是你遇着什么事 哎 他都能给解决 还一个呢 就是他特别佩服什么呀 就是哎 人家怎么吃饭不出声呢 哪像我们这儿啊 一到吃饭时候 叭气嘴儿好 然后那食堂 跟大和唱似的 再难吃 或者再大的东西啊 或者再硬的东西 哎 你感觉到他嘴里啊 哎 你是直接给他含话的 还是怎么了 怎么就 没事就 没了呀 反正啊 就是再这么粗鲁 他吃饭的时候 还是一派从容的 哎 这就是说什么呀 真是 你甭管人家是什么家庭 出来的士兵 或者是什么刺着清啊 这那的啊 但是人家吃饭 绝对不叭气嘴儿 好 今天先讲到这儿 下期接着讲下期见